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那麼香港佔領行動的最後一個佔領區 銅鑼灣、宜河街在12月15號遭到警方清查 和平留守到最後一刻的17名佔領者被拘捕 持續了79天的佔領行動正式落下了帷幕 警方在整個佔領行動中一共拘捕了955人 另外還有75人自首 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15號聲稱 會在3個月內完成所有的調查 誓言要把佔領運動的主導人擊捕歸案 但是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還有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則回應說 他們早就準備堂堂正正承擔刑責 然而公民抗命的序幕才剛剛揭開 戰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建民也表示 既然已經自首 就隨時準備被警方拘捕 英國路透社在12月14號報導 中共在香港暗中監視民主派人士 其中兩名跟蹤監視者被香港警方拘捕 報導說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 突緊身 今年8月份在長達一個星期的時間內 被兩輛銀色的賓士車輪流跟蹤 突緊身向警方報案後 警方迅速拘捕了這跟蹤的兩人 但很快的就將他們釋放 而且沒有對外公布消息 並拒絕透露他們的身份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 這兩個人是中共特工 報導說 兩名知情人士表示 香港警方意外的破壞了中共國安人員 針對香港泛民主派的監控行動 正在臺灣進行訪問的中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 會長陳德明12月15號 前往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參加兩岸企業家峰會的時候 遭遇臺灣民眾舉牌抗議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報導 抗議示威者是由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公民團體 還有投資中國大陸受害的一些人士組成 包括臺灣社運團體《經濟民主聯合》 就是原來的反黑鄉服貿民主陣線 臺灣團結聯盟青聯軍 和黑色島國青聯陣線等團體 以及在中國大陸投資受害的臺灣商界代表 當地警方派出了大批警力維持秩序 部分抗議人士企圖要闖過警方人牆 雙方發生推擠 有兩人被警方帶走 觀眾朋友 接下來一起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